再回来我们请教一下借大使 我们要来聊聊谁呢 我们来聊一下冯德莱恩 这位欧盟的委员会主席好不好 冯德莱恩他在议会当中 他讲了很多话 他说这个月的中国之行 已经加深他对中国人民的钦佩跟尊重 哇 回去以后这样讲 然后过去45年里 中国振兴了国家经济 让8亿多人摆脱了贫困了 哇 他讲中国的脱贫了 好 然后又说 使得欧洲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变得更重要 而对我冯德莱恩来说呢 这也表明了脱钩 对欧洲显然不可行 不可取甚至是不切实际 大家来看一下原文 他说脱钩在这里 Decoupling with China is clearly not viable 不可行 Not desirable or even practical 哇 所以大家看看 冯德莱恩是不是去了一趟北京之后 态度不一样了 请教借大使 所以嘛 就是说跟这个 西方人打交道 你越凶他越怕你 你对他越客气他就越吃你 这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 中国人是伸手不打笑脸人 对不对 你客气什么都好谈 那西方人不是 西方人就说你客气他认为你怕他 你客气他认为你想要求他 你凶了他就会反省说我有什么不对 对你跟他拍桌子他回去就反省会说 自反而有说不是不说他就开始改变态度 我们倒是没有对冯德莱恩拍桌 但是呢大家还记得那一幕吗 就他一个人下了车 然后呢就一个人慢慢的走上了 往人民大会堂的台阶啊 就是那一幕啦 对不对 他在机场也受到一些冷遇啦 然后他在这个会议的时候 中国大陆后来记者会说 就说这个习近平讲你不要痴心妄想了 这在中文来讲是很重的 所以我觉得冯德莱恩基本上是怕了 他不想得罪中国 变成他一个是一个反中的一个明显的爆肝人物 这个在欧洲政坛对他不有利啊 他现在回去赶快洗白 他发觉他变成一个欧洲反中的一个标杆性人物以后 以后人家避之为孔不及 这是很现实的 国际政治就两个字就现实 那我觉得就是说 基本上啦他是在中国摔了跟头受了教训 回去以后才改调子 如果他在那边大言不惨 还在那边东拐西拐的 中国大陆还给他礼遇 不当面驳斥的话 他今天不会讲这个话的啦 是 这个是绝对是受了教训以后 回去就改口了 不过欧洲我想大国基本立场是定了 对中国大陆不脱钩 不脱钩 尤其经贸上 为什么啦 因为这个对他们实在是无法承受的之损失啊 是 今天如果欧洲这几个大国 尤其德国没有中国市场的话 基本上他经济也差不多跨一半 是 这是很现实啊 是 所以你冯德莱恩还要在欧洲政坛会 你还要做欧 你要德国的政治人物的话 你如果变成反中的标杆人物的话 那对不起 德国的厂 德国的整个产业界 不会支持你的 这是很现实的 所以我觉得他一定要改口 而且他在大陆 这些欧洲人是蛮虚伪的 他不会说他觉得受到你这个屈辱 他也不会他也不会显现出来 他反而不要人家注意他 可是心里对他的改变是很大的 冲击 冲击是很大 我跟你讲这个改口完全是因为中国大陆跟他玩硬的 他就变软 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这个俄罗斯的外长 那么他去一趟这个南美洲 我们知道之前到了巴西 戒大使很快我们看一下 他现在跟委内瑞拉的外长会面了 那之后还要什么 还要针对像是跟尼加拉瓜 古巴来谈合作 所以现在是等于要把美国的后花园整个掀翻就对了 是这样吗 一起来讨论如何来对付美国 因为这次去巴西 委内瑞拉 这个古巴跟这个尼加拉瓜 那基本上都是比较中间 都是偏左的这个政权 也都被美国修理过蛮惨的 对 美国要不然就直接入侵 就要不然就是颠覆 像尼加拉瓜的话 这个商定政权 跟美国人 美国支持势力打了几十年的内战 然后这个委内瑞拉整个经济被美国公然封锁 这个制裁 让你石油卖不出去 另外呢 美国长期支持这个委内瑞拉 参加总统选举败选的那位候选人 然后不承认胜选的总统 所以这个就是这些东西 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吃足美国的苦头的 你光鲁拉 鲁拉他下 做完两任总统卸任以后 因为他的接班人 还是走比较偏左的路线 美国靠一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洗车行动 这个很有名的洗车行动 以反贪污的这个罪名 把鲁拉也关了两年 最后因为是最高法院还他清牌 他才能够再出来选举 所以这些国家都被美国恶整过了 侵略或者颠覆 或者直接要把你弄到监狱里面 所以他们当然跟这个 跟这个俄罗斯是什么 天然盟友 都希望结合起来这样 对美国主导的这个霸权 美国这个霸权 做一点反制 所以他去委内瑞拉 他谈了很多东西很多很清楚嘛 怎么样去美元化 怎么样去多极 把这个世界的格局变成多极化 怎么样来抗拒美国的霸权 都是讨论这些事情 所以美国不是反应很强烈吗 尤其他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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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夫罗夫 第一站在巴西的时候 巴西用军礼欢迎他 美国人居然说 你们巴西忘恩负义 你选举的时候 我还支持你呢 美国意思说我支持你 就是说我没颠覆你的意思了 已经很给面子了 所以美国这一趟 对这个拉夫罗夫这一趟 这一趟很有意见 好 蔡委员 李尚福去俄罗斯 力挺普京之余 美国的媒体说是垂涎技术转让 是看上了美国 看上了俄罗斯 先进的军事技术了吗 好 还说俄罗斯其实也没什么选择 只能够跟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做出牺牲啊 好像现在呢 是俄罗斯是对于中国呢 其实还是存在着一个戒心 那甚至我们也看到什么 俄罗斯政府内部有备忘录 都流出来说 他们很担心华为等录器 可能会主导俄罗斯的市场 对他们的资安网络造成风险啊 美国讲的都对 都为什么造成这个局面 不是你美国干出来了嘛 李尚福他在解放军里面啊 是干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装备部部长 也就是军工产类里面的官方的一个总指挥 那现在升任国防部长 他的专场就在军工产类啊 提供解放军所有的军备 装备等等资源的一个供应者啊 然后他这次跑到俄罗斯访问 刚好很凑巧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邵伊谷才前段时间被普丁说 你就专心跟我搞军工产类 配合前线给军火就好了 其他军事指挥你不要管啦 那你说邵伊谷跟李尚武 两个人坐下来能谈什么 就军工产类啊 我现在俄罗斯需要你中国帮忙的 你军工产类的零组件 尤其军民两位零组件 你帮我一所忙嘛 或者你开了生产线 有些东西我俄罗斯规格的 那我提供这个技术资料 给你生产给我嘛 那在某些科技厂商的资料里面 我们互相交换嘛 因为科技 军事科技有个特点 不会有专利 因为没有人会申请专利 把资料交出去 那一定各有各的独门秘方 每个国家都一样 所以美国认为 这个两个人的接触 应该会有军事技术上的交流 这个判断是对的 不然他两个建议干嘛 那当然赢宋池赢堂施吗 不会吧 或谈托尔斯泰 还是采可夫斯基 不会吧 是 而且这两个人又被这个 普丁啊 连续都照在一起谈事情 如果你只是部长 访问部长 他总统出来干什么 一定有很重大的事嘛 对 那当然我也同意美国的看法啦 就是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一样啦 就是一定会留一手 不可能全面的 坦诚的把所有的军事科技 互相交流 中国中国的秘诀 俄罗斯和俄罗斯的秘诀 不要讲别人 就以美国跟英国 这么好关系 他们互相之间的军事的一些 秘诀也不会跟对方讲啊 这个不信文介大使 对 即使英美这么好 何况中俄 还没有像英美那么好啊 所以这个不必意外 所以这个美国讲的都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局面 不就是感谢你美国当美人吗 不然怎么有这种机会嘛